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本周社区新闻 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大流行了 在疫情下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呢 比如说到超市买菜啊 卫生专家就建议最好要挑选人潮稀少的时段前往 结账的时候最好要使用信用卡 尽量的避免使用现金 以免接触到沾染病毒的纸钞 很多商家现在都纷纷建议大家 自备可以清洗的布置购物袋 或者说回家之后用加了肥皂的温水 清洗塑料材质的购物袋 在收取外卖的时候是否会传染到病毒呢 重点则是在于与送餐人员的互动过程当中 消费者可以请送餐人员把餐点放在门口 不必面对面的互动 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程式给小费 也不用使用现金 把送来的餐点拿进家门 打开外包装袋以及餐盒之后 一定要记得彻底的洗手 疫情期间还有哪些餐厅开着呢 华人工商的编辑帮大家整理了 洛杉矶餐饮的外卖联系方式 还有折扣的信息 大家可以登陆3w.ccyp.com 或者是打开微信的公众号 微观LV 查询近百家洛杉矶的外卖折扣信息 洛杉矶县和洛杉矶市政府官员 3月19号颁布了居民待在家中 safer at home的禁足令 不久之后 加州州长纽森也提出了类似的禁令 而且是他首个强制性的禁令 他们一致呼吁民众尽可能的待在家中 以降低新冠病毒的传播 虽然没有完全禁止户外活动 但是禁止10人以上的聚会 只允许医疗保健 政府和食品行业等 被认为是基本不可少业务的员工继续上班 其他所有非必要基础业务的员工 必须留在家里 禁令从3月19号晚上11点59分开始生效 至4月19号 禁足令虽然暂定4月19号截止 但是届时依然需要视情况来定 是否需要延后 禁令所称的非必要基本业务 包括室内的购物中心 健身房 酒吧 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全部关闭 但是涉及基本不可少业务的单位 将继续开放 包括涉及政府职能的活动 医疗保健 紧急情况的应对 杂货店和其他销售必需品的企业 民生行业 比如说水管工 银行 金融中心 运输公司等生活所需 以及农夫市场 超市 加油站等等 另外所有的餐厅禁止时刻在餐厅内就餐 但是可以打电话订餐送餐取餐 同时民众仍然可以上街买药 买日常的杂货 看医生 出外御动 或者是带宠物散步 或者是帮助有需要的人提供他们的所需 只是一定要记得与别人要保持六尺的距离 虽然执法人员不会上街逮捕违规者 但是针对不遵守相关规定的商家 他们是有执法权的 加州的朋友们如果您有剧烈的咳嗽 发烧和呼吸困难 想要查询哪里有新冠病毒检测医院 那可以联系谁呢 可以打电话给加州的公共卫生部健康风险值班电话 916-328-3605 或者是拨打各线的咨询热线 洛杉矶线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211 这是24小时的热线 有中文服务的 Orange County城县的朋友 可以拨打咨询热线800-564-8448 如果有朋友想要检测是否感染了冠状病毒 但是没有保险怎么办呢 可以联系公共诊所公共医院 或者电话211咨询 受疫情影响工作的员工和雇主 到哪里去申请政府的补助呢 可以登陆就业发展署 EDD的网站申请 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的不断升级 民众们都在抢购物资 而老年人是最容易感染病毒 最容易发展为重症的人群 如今却为了购买生活日用品 无奈的进入人群 然而好不容易排队进入超市之后 却只能对着被抢购 依空的货架发呆无助 所以有很多的网友都呼吁 请大家一定要把早上商店开门后的第一个小时 留给老人和其他的弱势群体 最后呢 请大家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避免出行和聚集 勤洗手 必是外出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防护的措施 希望大家可以健康的平安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视频节目 更多的疫情资讯 请登陆3w.ccyp.com查询 感谢大家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